有很多人想知道的就是投資的收得 這個難忘了 有很多東西人們不能買 就是說金就不投得了 不投得 不投得 一二零零年金是二百多元 一金就真的又不用擾上去 又可以人來擾上去 你會做黑衣的 你不見很多人以前那些人 上海人走來香港之後 他們炒金很多人一家 談談港產破產的 因為這種很簡單 你負貿世間投資的鑽石 黃金 這種物件是人為可以 它的價值 絕大多數是人為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你就不能投資 你買股票 它是一間股票公司 它是一間公司來 它都是生意做的 賺錢的 你買個金放在那裡 買樓也就中收 買金你我會不會入息 它市場見你便會不會 但你買股票一般人就不清晰 你買股票 你買股票 有什麼存在價值 你買股票 為什麼出現股票 這回事 它有什麼存在價值 我公司正在賺錢 我為何嘗試搞入股票 給人買股票 你去做生意 為什麼要買公司的股票 所以這些都是常識的 很簡單 股票的存在價值 它是基於說 有些人想做生意 不懂做生意 都不知道做什麼生意 或者你跟人合股做生意 半個小時後 你想不做便不妨 但你買股票 就說你找那間優質的公司 你可以買股票便變成老闆 它賺錢你便會花很多分 加上股票升稅 而且最重要是你的銀碼 不是大小都隨意 你喜歡投資多些 買多些 買少些 你找一個好處 我隨時可以收工不玩 拆到我不買 買股票便可以 但你跟人合作做生意 你又不懂做 即是說你買股票 就說你有信心 這間公司 我想做生意賺錢 我投資在這間公司的股票上 就是有一班懂得做生意的人 成立了一間公司 是讓你可以做老闆的 你做老闆是很靈活的 我中年五晚 我賣出去 你買股票便可以收工 就不用說大家合作生意 未必做得好 你沒有業績可循 但你買股票給我們 所以你首先 投資股票的人 你首先檢查這間公司的歷史 它的作風是怎樣 它的當事人的作風是怎樣 有沒有遠景呢 這間公司 你去炒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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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炒其子 那種我們就不說了 那種是投機 我們說是投資 你應該去選一兩間優質的公司 你連連有識分 擺銀行 它每年做生意做得健康 它會找到升值 如果它有公道 你才會堅收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心態 但你要選擇 你不是說什麼貼紙 什麼貼紙買 你是在輸的 即是等於買貼紙 那些六叔港股 你不得你相信爺叔 就相信他 說完之後 買窩卵 那些人都會瘋 這是不公道 你不懂做生意 那些人做生意 我就選一個好的公司 我當作是去夾粉做生意 這樣的心態 今天買天買這些錯誤 一錯誤了 你就很容易中招 因為你沒有做分析 你都不知道哪間公司好不好 所以我就很重要 其他就不要教 其他不是普通人教 例如說萬里長空 你沒有本錢人空你是空 你一定會死的 好嗎 我們一大人 震創震走你 你又不懂賣一半 留一半再看市 還要追空追孤天 你就輸多些 一走過頭 如願贏錢便會輸錢 但你通常可以這樣 你可以當你投資那些對象的產品 是當作是雞鱗 賺錢便會斬掉 你就不要跟他們談戀愛 不捨得放 來了一場喝杯咖啡 睡醒覺 再想過 又重新思維看過市場 再做另一半 醫戀 不捨得走 或者生活再加強 如果你保守一點 我給我賺錢 我便走一半 留一半 再提 洗色不可以走 你還是贏 你寧願賺錢 賺一元 輸一元 你也輸一元 因為輸一元 會影響你的思維 所以你自己慢一點 要多些立法 你不可以談戀愛 就是和你股票和市場產品談戀愛 是實寫的 而且不可以有面子問題 看錯就看錯了 立即要轉身 你不轉身便會輸 但通常最好投資的人 就是我拿十分三個錢 放到股票市場 我賺一萬元 我買三千 不聽的 不看的 十年後便繼續 總之我賺了兩萬元 我賺了一萬元 賺了一萬元 但這間公司是比較有錢 而且行業是比較優質 安全一點 我投資最重要是安全 你如果保不到盤 你一舖就收工 貪治便便行 大家要記住貪治便行的問題